今天有1500位民眾到大家河濱公園 參加一場別具特色的英雄路跑 大朋友小朋友從起跑線往前衝 每個人都信心滿滿 而且這些路跑選手可是臥虎藏龍 這個就是超人小公主超人小王子 怎麼會有這麼可愛的裝飾 那個是在某一家大型的玩具店買的 那是萃氣的 我不知道台灣有沒有賣 因為剛好在國外看到的 有男生女生很可愛 你今天扮成什麼 蜘蛛人 蜘蛛人 怎麼會想扮成蜘蛛人 好 為了讓大家呢 你今天要來幹嘛 更有信心 更有活力 阿爸爸呢 你扮成什麼 Superman 蜘蛛人超人拳出動 為了參加英雄路跑 許多跑友可是發揮創意 想破頭就是要當個路跑英雄 就連超跑好手陳彥博也現身會場 剛好其實下個禮拜就要出國去訓練了 然後就到7月才會回台灣 平常都會在這邊跟羊皮昌都做訓練 所以地形上其實沒有太大的這個 運動的傷害的情形會發生 雖然天空飄著細雨 但是1500位民眾熱情不減 跑步前做足暖身 避免運動傷害 開跑後更是 冒足全力就是要完成 打架河濱公園長達5公里的路跑全程 欣賞風景的同時又能親子同樂 這場假日的路跑活動 也讓每位完成比賽的跑者 都成為了自己心目中的英雄 記者王成衛羅莉雲台北 採訪某島